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过年到放鞭炮 中国人在过新年以及喜庆场合的时候 最喜欢放鞭炮来庆贺 天尊热闹的起山 鞭炮最早称为爆竹 因为起初是把容易爆燃的火药塞在竹节里 好一点的人就会发出砰砰砰的声音 因为啊,它会发出爆烈的声响 所以就叫爆竹 后来技术越来越进步了 才把竹节改为麻痹草脂 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爆竹已经不得而知了 根据记载 在距今一千五百多年以前 南北朝时代 江南地方就有过七年放鞭炮的习俗 为什么过年要放鞭炮呢? 传说年是一种凶猛的野兽 到了过年的时候就要下山吃人 人们都吓得不得 后来有人想出办法 利用鞭炮来吓走怪兽 果然就把怪兽吓走了 所以人们宽度过年的时候 都一定要放鞭炮表示庆贺 根据这个传说 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 放鞭炮是用来驱 鞋必饿 并且兼具除旧不新的意思 因此在除夕夜十二时 刚过新的一年开始 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来庆贺 爆竹的种类很多 有的是长长一串 可以长达几公尺长 有一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 名叫麻雷子 有一种会冲到空中爆开的 叫做冲天炮 有一种只有火花没有爆炸声的 叫做太平花 有一种点燃以后会在地上到处乱窜的 叫做地老鼠 爆竹有漂亮的火花 加上不断的响声 所以放鞭炮为过新年 加了无比宽乐的气氛 小朋友 放鞭炮表示驱邪必饿 但是在放鞭炮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哦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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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